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布鲁塞尔分别跟欧盟委员会主席索拉娜 以及是欧盟理事会女士长索拉娜会晤 那么强调了要珍惜中欧得来不易的传统友谊 欧委会主席巴罗佐在欧盟大楼门口迎接中国总理一行 在随后举行的会谈期间 中欧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应该进一步推动双边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发展 另外在与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兼对外合作关系高级代表索拉娜的会谈中 温家宝也强调了中欧政治与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决定了中欧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的决定是富有远见的 这几年中欧关系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决定感到自豪 中欧领导人的高层会谈显示出双方的各项合作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黄卫视严明林平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报道